八宝景天是景天科八宝鼠多年生草本 一种不起眼的常见绿植 可能大家都见过 只是名气没有那些网红品种大 这个粉花的八宝景天 养了快两年 从养护、观赏、实用这三个角度考虑 真心推荐大家可以养一盆 八宝景天冬天地上部分会枯萎 但底部也会长出很多这样的小芽 它能耐20摄氏度的低温 不用担心被冻坏 天气变晚后开始变率长大 等稍微长大一点就可以分株 这么小一丛 明年又能长一大盆 八宝景天也算多肉 所以很耐旱 浇水频率不用太高 三月份长得就很茂盛 这时开始就要给足值射光 全光照是没问题的 半阴环境也能适应就是会涂涨 盆土不一样 叶片颜色也会有点区别 夏天高温暴晒下基本问题也不大 浇水比春秋稍微勤快点即可 这个时候一大撮肉嘟嘟的叶片 急剧生命力 七月份开始抽个便苗条了 偶尔也会被虫啃 喷三次比虫林就能解决 八月份就能看见花苞 但猪形就没有以前那么饱满 资料说花期是八到十月 但我的这几盆基本国庆才开花 只要天气好 很多昆虫都会来采蜜 忙忙碌碌挺热闹的 除关上外它还有一个隐藏功能 叶片揉碎后可以止痒 大概能维持三到四个小时 作为零食应急还是挺不错的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作用 就是一般情况下也用不到 现在花期接近尾声 这个舅舅的深色也很有韵味 所以不管哪方面很值得养一盆